我要是能在这儿表演就好了 进来 您好 白主任 我叫程铭 好 坐 我是星宇艺术学院的学生 这次来咱们团里 是想争取一下 咱们团的实习机会 这个是我的成绩单 然后这个是学校给我的推荐信 您 您看一下 你是星宇艺术学院的学生啊 我们艺术团有几个 挺好的 你要是想来我们团 我们当然欢迎 谢谢白主任 你的家人是做什么的 我母亲是教师 我父亲是一名厨师 你大一的时候 中国经典剧目 还是博考的呀 是 我大一的时候跟不上 但是这四年我一直很努力 这样啊 我得向我们团领导和团长 请示一下 你要知道 像我们这种艺术团 它就是实习生 也是要用最好的 明白 方总 喂 白主任 咱们是不是该聚聚了 咱们是不是该聚聚了 哎 方总 喂 白主任 咱们是不是该聚聚了啊 哎 方总 你今天穿这么好看 干嘛去啊 我妈一大早给我打了个电话 说让我去参加个什么饭局 约了什么人吃饭吧 饭局 听起来还是觉得很厉害的样子 跟谁啊 我妈约我吃饭 我也不知道 反正一般没什么好事 也是 你看 又催我了吧 喂 我走了 我下来了 我下来了 今天来这儿吃饭干嘛 莉莉 今天你爸可是为了你的前途 特意安排的饭局 我的前途 你和我爸今天又安排什么了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莉莉 一会儿客人来了 你可要乖一点 好好表现 知道吗 来 吃饭吃 干嘛好久没吃啊 对 来 给你们介绍一下 我夫人 萧妮亚丽 海马剧团的团长 您好 您好 久仰 久仰 您好 那这位就是 海外归来的白公子是吧 真是一表人才啊 过奖了 听说令爱是星宇的才女的 真是财貌兼备啊 真是财貌兼备啊 咱们坐下 坐下吧 好好好 来来来 请请请 来 请请请 白主任 我们家莉莉的前途啊 就拜托你了 黄兄 你太客气了 好 你要进我爸团实习啊 身材那么好 跳舞的呀 白公子眼光可真好啊 我们家莉莉啊 可是从小跳芭蕾舞的 那难怪啊 我听说跳芭蕾的 从小都是用脚尖走路 要不 现场给我们来一段呗 不好意思啊 我今天不舒服 方叔叔 请零千金来一段呗 我也好帮我爸 艺术团把把关不是 对吧 爸 是啊 莉莉同学 你给我们展示一下吧 你好让我们见识见识啊 莉莉啊 这白公子说让你跳舞 要不你就跳一个 跳那个小天鹅 我说了 我不跳 这样吧 让我们莉莉啊 稍微准备一下 说起来啊 前阵子我们雅丽啊 还被外教差点 选到国际舞团去呢 是吗 这么厉害 咱俩下个微信呗 我手机没电 关进了 那要不咱们俩加一下吧 回头啊 我把莉莉推给你 她有电了通过一下 也行 年轻人的事 你就别唱歌了 你这事你别 我看这菜呀 一时半会儿也上不来 要不然 方大美女 你就给我们跳一个呗 也好让我爸看看 你基本功能跳 莉莉啊 要不你就跳一个 对呀 跳一个呀 别扫大家信啊 别扫兴嘛 有什么了不起的呀 我说了 我不跳 方晓丽 你回来 我说了 我不跳